我說你的頭髮有點白喔 要不要去染一下不染囉 她說我為什麼要去做你們心目中的梁朝偉 香港演員劉佳麟首次主持的綜藝節目 《家人自有約》近日邀請到好友葉童擔任嘉賓 現年61歲的葉童曾因滿頭白髮 遭不少網友酸老了很多 不過她認為自己目前正活在最理想的狀態 就讓大家看看真實的我是怎麼樣的狀態 那做一個演員來說的話 你們就來改造我啊 我就是這樣子啊 一旁的劉佳麟也坦言 老公梁朝偉曾說過類似的話 我說你的頭髮有點白喔 要不要去染一下不染囉 她說我為什麼要去做你們心目中的梁朝偉 我就是做我自己 我要告訴你們 我現在就在這個年齡階段了 你們要來接受我現在這個階段 然後梁朝偉 原來你們是同樣的感受 所以她也不化妝也不去染頭髮 可能我們是放棄了 不是不是不是放棄 我覺得你們是真正的知道自己在幹嘛了 只要為自己活就好了 另外先前梁朝偉結束威尼斯電影節行程 在從機場走到車上的途中 竟被劉佳麟硬是抓著外套回到媒體鏡頭前 讓夜童笑虧都在欺負梁朝偉 劉佳麟則急忙重新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香港應該是10號風球 還是9號風球 那些記者等了很多小時 然後終於等到他下來 他就要走了 那我一定要把他拽回來 你起碼要讓大家拍一張照 大家都很替你開心的嘛對不對 但他可能就沒有想到 就趕緊趕緊趕緊走 他被笑恐 好可惡